3月1日,一枚炸弹击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座大型广播核电视塔 纽约时报证实了这则消息 随后在电视塔周围至少还发生了另外两起爆炸 乌克兰方面表示,电视塔的爆炸已经造成5人死亡,另外有5人受伤 乌克兰内政部在Facebook上发表了一份声明 称由于通信塔的广播硬件受损,电视频道将暂时停播 基辅的这座电视塔高约1300英尺 但是经历爆炸之后,电视塔的塔身并没有倒下,仍然处于毅力状态 俄罗斯国防部早先宣布将用精准炸弹袭击基辅的目标,以防止信息攻击